是由什么构成的 是由挑战构成的 0到6岁 你的挑战是 怎样认识这个新鲜的世界 你花一年 从学翻身到学走路 花两年 从学说话到学表达需求 花三年 在幼儿园学交朋友做朋友 你尝试做的一切 都是在学习 6到22岁 你的挑战是 怎样应对每场考试 你差不多每天花八小时 学古诗算术 物理化学历史地理 你至少投入了 28160个小时 进入社会之后呢 晋升 结婚 育儿 投资 养老 你怎样应对更多新挑战 你又投入了多少时间 加入得到 这所终身学习的学校 这里能上课 为你请来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能读书 还能带你半小时把书搞懂 遇到难题 拆一个得到锦阳 能力提升 先上得到训练营 找到和你一样的终身学习者 彼此经历 共同进步 加入得到 我们一起终身学习 你好 欢迎来到 和刚财经大课的第三场思想直播课 我是课程主编陈薛如 刚才呢 我也说到这个线下直播课 是因为我们这一场是没有举行 就是给大家的报名活动 我们全部都是线上举行的 那好 今天呢 我们这一场直播的主题呢 就是何老师会给大家分享 如何看待规模化与差异化的这个竞争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在去到一个城市的时候 经常会感到千成一面 尤其是一些中小的地域 经常会去到那里 假如你不去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或者是一些著名的景点 经常都不知道自己会处在哪里 会感觉差不多都长得一个样子 当然了 肯定有一些 比如说古朴的小镇呀 或者是还有一些像少数民族 这种有特殊性的 有独特性差异性的地方 那肯定是不一样了 不过呢 这其实也是我们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哈 其实它也是规模化效应产生的 这也是有利有弊 那如何在这种规模化的发展之中 再去把我的差异化体现出来呢 其实这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 或者是个人的发展 也是有一样的参考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中小企业 可能在保持自己独特性的时候 又想把自己的规模给做大 那这个时候 其实标准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那可以说这个标准化 就是我们规模化的前提 那怎样把这两者之间平衡好呢 差异化和规模化 哪个成本最优 哪个价值又最大呢 今天何老师就结合我们上一个月 发生的这四件大事 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 这四件大事可以说是我们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 大家非常关注的领域 也是我们社会上比较广泛讨论的 有暴雨 有疫情 还有中小企业的发展趋势 以及我们最近都非常关心的教育行业的这个转型 尤其是教育培训行业 那何老师会用财经的视角 从中选出哪些有代表性 有参考性价值的一个独特的视觉 独特的这种参考的视觉点呢 怎样去来去梳理这中间的逻辑链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何老师上台为我们分享 那如果你对我们这场直播特别感兴趣 有对我们这个直播非常感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你把三个宝贵的邀请码分享给他们 一起进行我们这一场线上直播的观看 好 接下来有请何老师上台 得到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 再次来到北京华茂得到的这个学习中心 由于疫情的原因呢 无法和更多的朋友在现场这个直接见面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网络的方式呢 继续我们的第三场直播课 加上我们开课的这个一次呢 就是第四次了 每次来这里面呢 都非常的就是有一点坠坠不安 虽然我也算是一个老运动员了 因为呢怕有负大家的这种就是期待 我尽我所能去分享和观察 才这个外部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变化 用我们已经讲过的和即将要讲的 这些重要的大书来一起呢 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观察 这个现实世界的这种纷繁的变化 刚才薛如呢介绍了 这一个月我们会选择的一个观察的视角 就是这个叫做规模化与差异化 这两个词呢 如果我们学过商业课程的 学过一些叫做管理课程的同学呢 可能不会特别的陌生 觉得呢这也没什么特别好这个神秘的 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呢 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很多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得到一些不太一样的答案 同时呢也可能会让你呢 面对复杂世界的变化的时候呢 多一点点新的这种理性和沉浸 让你呢少一些呢 这种叫做简单的通过情绪 来选择自己判断是非的这样一个标准 好了我们刚才关于这个财经大课呢 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 从五月份开始呢 一晃着就到了第四个月 财经大课的目标呢 刚才薛如也介绍了 我希望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去阅读 重读一些有重要价值的 我认为改变我的生命 改变我的思维 改变我的认知的一些重要的大书 它也构成了财经世界的一个观察视角 五十本大书 然后呢当然很多的大事情 你会发现呢 特别是今天这个网络时代 每当遇到大事的时候 网上的争讨 纷争 甚至朋友 家人之间的这种不同的意见 非常之多 就是因为呢大家的这个思维方式呢 很不一样 思维的视角呢 千差万别 所以呢不同的视角去看不同的问题 往往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种答案 那么财经世界 或者说财经的视角应该是什么呢 可能是我特别希望跟大家去分享的 当然说到财经肯定都是钱了 所以这点呢 我想我们就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三大 另外呢五十本书 我们是希望呢从全球到中国 从宏观到这个微观 然后呢从这个就是全局到 从世界呢到个体 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十二次的直播课 我希望呢能够把这个财经视角里边 一些重要的一些关系方法和这种框架呢 结合我们最新的一些这种新闻 跟大家一起做这种分享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一晃就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第一部分的全球大圈 我们已经结束了 一共我们讲了这个第一个主题四本书 第二个五本书 第三个主题第三本书 一下十二本书已经完成了 我们讨论了自由贸易的起源 自由贸易的这种纷争 未来自由贸易的方向 我们讨论了经济全球化 究竟是如何来的 在其中呢 就是普通 就是这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不同的卫士以及未来 全球化会不会发生逆转 我们同时也讨论一个 非常重要敏感的 关于财富的话题 那么我想这两天 如果大家看新闻呢 看到了这个中国要 走向共同富裕 讨论呢 其实就是财富与消费的这样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有一些问题呢 我们已经提前做了抢答了 大家可以在我们过去的 这个课室里面呢 能够找到一些 可能有启发的一些观点 我们正在开始的是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极具挑战性的 一共有22本书 我们分了四个主题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主题四 国家经济在为什么控制 我们已经分享完了三本书 正在进行第四本书 这里边呢 就像刚才薛如所说的 有的书呢 可能相对会简单一点 但有的书真的是非常厚 比如说 正在分享的这个 光荣与梦想 就是一个极具阅读挑战的一本书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 知道这本书 甚至很多人的家里有这本书 甚至很多人呢 也开始读了这本书 但是真正读完的 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 完全读完的 有没有 有网上的朋友 你们可以在 在这个留言区 跟我们留言 确实它有条件 所以呢 我会以我最大的诚意 来协助和陪伴大家 一起去读这些书 寻找一些 有共识的观察这个视角 后面我们还有一些 有意思的主题 我们到可能国庆节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 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 以及关于这个公司管理的讨论 还有后面的 关于金融和投资的 这样一些博弈 所以第二部分呢 无比重要 我们说如果说全球大圈 是我们完全无法左右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那么宏观中圈的话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适应的 我们必须要去 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们跟我们带来了什么机会 有什么可能性 我们能够利用 同时呢 这里边可能隐含着 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必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呢 去规避它 所以第二部分呢 实际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方方面面会涉及到的 很多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22本书 如果我们一起把它读完 基本上我觉得 可能财经视角的 绝大部分的主体呢 我们就基本上已经有数了 在这个过去的这个三场 这个从开课的 开学这个直播开始呢 我们 我尝试着每个月呢 选四件事 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开学直播的时候 我们讨论了政府与市场 然后呢 那个6月份的时候 我们讨论了商业的边界 什么东西是不能够 完全用经济和这种产业的角度 去做的 那么实际上在那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提到了 关于人口教育 医疗的问题 其实马上 在这个月的 我们的教配这个行业里边 你会发现 很多新的变化就已经产生了 然后7月份的大课里边 我们谈到了关于 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 敏感的因素 价格信号 那么它究竟 怎么样来观察 分析价格信号 它告诉我们什么 价格高 是不是意味着是坏事 价格低 是不是意味着是好事 这个 我们都选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本月呢 刚才薛瑞也预告了 我们选了四件事情 这四件事情 说实在的 可能有三件事情 都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或者说呢 都容易让我们 心情沉重的去 不得不去面对它 特别是前两件事情 南京疫情的 突然的这种 我们叫死灰复燃也好 突然的爆发 包括这个郑州 和整个河南 以及南部的省份 遭受了这种 罕见的这种暴雨的 这种袭击 带来的巨大灾难 这两件事情呢 不是纯粹的经济话题 但这里边有很多 跟钱有关的东西 也跟我们今天 所谈到的 规模化 标准化 差异化 特色化 个性化的这种 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我们尝试着 用财经的视角 来看看这样的疫情 和这样的突发的 这种天灾也好 人祸也好 究竟它映含着什么 后面两件事呢 是经济话题 一个是关于 中小企业的 一个是关于 这个教培这个行业的 我们一会儿呢 我们详细的来分享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 就是南京的疫情 今天傍晚呢 我的同事发了一篇稿子 在总结南京的 疫情的整个变化 从7月20号开始 到8月18号 这场疫情突发 现在写的是 9省24市 这是截止到 8月初的时候 截止到8月18号 全国一共有 30个城市 因为南京疫情 再次进入到一个 比较紧急的状态 中风险 以及局部的高风险 在很多城市 重新的出现 应该说呢 数千万人 近亿人的生活 重新被疫情 所影响和左右 大规模的 这个叫做核酸检测 然后呢 这种相关的 这种排查 以及呢 各种就是控制 出行的这种约束 全面的出现 那么这场疫情 应该说是在我们的 预计之外的 它为什么会发生 它为什么会造成 这么大的影响 究竟是什么环节 出了问题 我们看到呢 就是在这场疫情 发生之后 这个东部机场的 这个董事长 总经理被撤职了 然后南京 当地有一些官员 被问责了 那么还有更多的地方呢 也出现了同样的 这种就是说 问责的问题 而如果我们细究一下 这场疫情 发生的一个非常起因 应该说有时候 让我们哭笑不得 一位老太太 对吧 悄悄的 然后她自己 其实已经处于 阳性状态 从南京到江英 到这个扬州 近江 这一路走过去 最终在这个 就是把这个疫情呢 从南京往外传播了 当然说疫情的发端呢 是跟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 国际这个叫做 航班的输入性的 这样的疫情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那么就是说 我们每天在全国 有很多城市 都有这个 就是国际航班 在降落 那么为什么在南京 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 失控的这样的疫情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关于疫情防控的模式呢 全世界有两种模式 一个叫中国模式 一个叫非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什么呢 比较规模化的 进行标准的控制 无死角的进行防范 对这种方式呢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觉得 是不是太劳民伤财了 有人觉得 是不是过于心事动众了 包括做核酸检测 一遍又一遍 是不是财政的负担太重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中国的疫情 最快的被控制 我们的这个 就是经济的恢复速度呢 也是最快的 我们现在相对而言 在全国 大家就是 旅行工作生活的自由度呢 可能也是最高的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当我们面对一个 不确定的风险的时候 用一种标准化的 这种叫做什么呢 规模化的模式 来做这种防控 看起来成本很高 但是它实际上呢 节省时间 它最终呢 它是省钱的 所以这是中国模式的一种 非常 我们从经济的角度 来做的一种解释 那么反过来 比如说我们说 非中国模式 比如说以美国和英国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 叫做 我们叫做自然免疫法 或者说相对 没那么严格的这种防范 你会发现呢 可能有更多的人死亡 更多的人感染 然后经济 生活受到影响 现在仍然 处于严重的这种 不确定状态 当然好消息也在出现 比如说最近 我看了一条消息说 在美国的芝加哥 有一场音乐会 有好几十万人参加 但最终呢 大概只有两百多人呢 被确诊 这个阳性 这感染率呢 大概就是万分之五 非常低的一个数字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疫苗的 这个就是 这四十万人里面 大概有三十九万人 已经打了疫苗 所以疫苗可能是 我们最终战胜 这个就是疫情的一个 波尔法门 那么疫苗 其实它也是一个 标准化的 规模化的东西 当疫苗的这种 就是疫苗的这个接种 只是一部分人 只是在一些国家 只是呢 就是说 没有完全就是做 这种规模化普及的时候 其实防疫的目的 也是达不到的 所以中国用一种 叫做什么呢 就是比较 严防死守的 这样一种标准 严格的标准 那么西方呢 最终呢 他们选择是一种呢 就是叫做 普遍化的 疫苗接种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两种方式呢 你会发现呢 他们有一个共性 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风险的时候 你是不能心存侥幸的 不能本处有漏洞 本处有特例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应该说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东西 所以从疫情的这个防控来讲的话 实际上有一些基本的这种 规律 我们是可以从里边得到一些启示的 疫情也好 经济也好 其实一样的 就是说比如说 隐匿传播 蔓延之后 造成的不可控的这种风险 那么所以呢 就是坚持在这种科学的 准确的 然后呢 有序的 有效的处置呢 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这种方式 那么在这个南京 出现疫情的时候 和湖南的张家界 也在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同样的 你会发现呢 当我们的整个的防控力度 还不够的时候 疫苗的接种度 还不够有深度的时候 大规模的群体的 这样的聚集的活动 它可能就是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张家界的 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呢 它再次提醒我们 在这样的像这种 对于面对这样的一种 公共卫生的 不确定风险的时候 规模化的 标准化的防控 无死角的防守 无论是你用叫做 约束社交距离的方式 还是广泛的 就是接种疫苗的方式呢 可能都是我们 必须要去坚持的 在这里边呢 没有特例 而这种规模化的 大成本的投入呢 它实际上 对于最终来讲呢 对于整个疫情的防控 它可能是省钱的 更高效率的 节约成本的 因为整个社会的 经济成本 包括时间成本的节约 它会带来的更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防疫的这种效果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事情 就是说规模化 有时候是让你 不能够去选择这种特例 那好了 我们说那 这个河南的这个雨灾 这个罕见的 在这雨灾发生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很多有意义 应该说不叫有意思 就是让人深思的这个地方 河南这个地方呢 在平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 应该有没有河南的这个 应该有很多河南的朋友 我呢 因为工作原因 多次去过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呢 在就是去了现场 你会更喜欢的一个 中华文明的这个发源之地 它有非常深厚的 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像中国呢 我们说 1960年代 在中国确定 中国的文物的时候 陆地上的 露出地面的文物的 一号文物 二号文物 三号文物 都在河南 就在郑州附近 在登峰市 就是东汉三雀 所以这么一个地方 它也是中国的粮食产区 主产区 像我们的小麦 玉米 然后花生 很多都是产自河南 同时它也是我们的这个 青壮年劳动力聚居的 这种地方 当然它是一个平原 所以呢 当这次这个暴雨发生的时候 就在郑州 很多地方 像那个隧道 我也曾经走过 它发生这个灾难的很多地方 包括他们的地铁 我们都曾经去看过 应该说是让人震惊的 而这个灾难的这种发生呢 最终造成的后果 也是极为严重的 一场暴雨 一场洪灾 整个河南三百多人死亡 然后很多人还失踪 无法找到 而就在郑州呢 两百九十人以上死亡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这个灾难呢 应该说呢 也可能创造了 中国这个城市管理 和城市防灾的一个坏的记录 所以对于当地的这个官员 必须要问责 对于当地的 就除了这个所谓的百年 千年一遇以外的 我们的城市的管理 城市的这种建设 这个应急 各方面做得怎么样 其实值得多问几个为什么 昨天我也看到新闻 克强总理呢 在河南这个灾区 在走访 他去了那个隧道 也看了好多的地方 他的心情显然是非常沉重的 因为河南曾经是他 执政的这个地方 他在那里边 也留下了很长的这个 就是工作的这个时光 看到那些 父老乡亲们的这种收灾 我想总理的心情 是极为沉重的 但他同时呢 也在明确地提出 关于这个城市的建设 防灾救灾 包括应急管理的 方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来看待这次暴雨围城 它究竟这里边有什么因素 其实呢 这个刚才薛如提到了一点 如果我们现在到一个城市 不告诉你 把所有的招牌都拆掉 只看城市的建设 中国的城市正在出现 十层一面 百层一面 甚至千层一面 没有特色 地域文化的特色被抹杀了 就是简单的 白油路 高楼 然后呢 这个叫做什么轻轨 高速公路 高架 甚至地铁 那么这样一种建设 对不对呢 求速度的这种时代呢 它是最简单的方式 甚至图纸都不用重新设计 把这个就是把这个 长沙的图纸用到这个郑州 把上海的图纸 然后用到这个就是这个天津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说每一个城市 它的这个地理 山川 气候 降水 人文 文化 历史 其实都很不一样 所以呢 城市建设呢 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的是 不要千层和百层一面 千层百层一面 不仅让它的历史文化特色没有 它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 那么这次河南呢 我们就看到的就是这样 比如说在这次这个出事的 这个郑州 海绵城市 有人可能听说过 比这个名字更高级的 叫智慧城市 这最早呢 是从这个IBM的这个 智慧地球的建设开始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用高新技术的手段 用信息化 数字化 大数据的方式 对于城市的交通 人口 包括灾害 进行系统的 然后有效的管理 能够做到更好的 防灾 救灾 预警 应急等等 所以呢 在郑州呢 当时就花了很多钱 建设一个叫什么呢 海绵城市 所谓海绵城市 它是分几层 就是说在洪水来的时候呢 能够迅速地排水 然后下雨的时候呢 能够迅速地 这种 这个吸水 而平时呢 没有雨的时候呢 能够蓄水 能够进化用水 然后干旱的时候呢 还能够繁补水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 完美的这样一个系统 水多的时候把它排掉 水不够的时候呢 把它给释放出来 如果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美好的一种建设 这种预期 那当然我想这次郑州的灾难 我们就不会看到 但是很遗憾 很遗憾 就在郑州宣传 它的这个叫做 海绵城市建设的经验 陈旧之后不久 一两年的时间 郑州的这场 罕见的洪灾和雨灾 就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 郑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海绵城市的 这个建设的模式 思路错了呢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错了 那么我们说 我们看这么一个东西 有人可能注意到 这张照片 在这次这个雨灾当中 被广泛传播的 这是郑州的地铁隧道 这个隧道 发水这个地方 前两天 客向总理就专门 到这个地方去了 指着这个台子说 这台子平时有用吗 这台子它在什么时候 能起作用 那天的水到了什么地方 有人告诉他说 已经到了那个 那个扶手栏杆这 所以他没办法 那么总理就说了一句话 那么像这种情况 该停运的就得停运 不能够去计算钱的损失 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 让这个地铁 把它停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这张图 这就是过去的十年 郑州从没有地铁 到迅速变成 这么复杂的一个 地铁网络系统 其实不仅仅是郑州 在很多中国的城市 都在大肆的 大规模的 新建这个地铁 甚至就是说 如果一个 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没有地铁 书记市长出去 觉得好像自己都低人一等 所以地铁成了一个 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标配 但实际上地铁的出现 已经是一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你们去纽约 去伦敦 看到那些老旧的地铁 你会知道 它其实是第二次 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 它并不代表着 多么先进的 工业生产和生活水平 它只是解决 传统时代的 大城市集中布局 人口集中往市中心的 这种交通带来的麻烦 不得不采取的一种 分流的方式 在今天 如果一个城市 还要靠地铁 来分流交通 承担主要的公共运输的话 实际上这个城市的规划 可能还停留在 八十年前 一百年前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 而我们知道今天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到了第三次 甚至有人说是 第四次工业革命 所以当我们去向 这种过时的城市布局 交通设施去致敬 并且去追随的时候 我们犯了第一个错误 就是什么呢 我们并没有与时俱进地 重新地规划 我们的城市的布局 重新地安排 我们居民的产业 生活和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建地铁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地质条件 要足够好 也就是说 它不会发生 重大的沉县 不会发生 重大的这种 像这种雨水的 这种道观 大家如果去过 郑州就知道 郑州旁边就是 黄河 黄河在这个 就是中原大地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特征 大家知道吗 河床 比平地要高 因为哪怕就是说 这次雨下的大了一点 哪怕雨下的小一点 它发生这种 叫做漏水的 塌陷的 这种灾难的 这种概率呢 也比像北京 这样的城市 要高得多 因为北京的雨水 确实相对比较少 北京的这种呢 也没有存在这种 叫做地面的 这种悬河 所以那这里面 就是我们反过来说的 就是说 郑州为什么能够搞出 这么复杂的一个地铁系统 而且还得继续做 我们看这个 出事的这个 这个地铁 五号线 42公里 240亿人民币的这种投资 河南不是一个 特别富裕的省份 农民还是占相当大的 这种比重 在整个全国的GDP 人均GDP里边 河南是排在中间 偏厚的 在这样一个城市 这样一个省份里边 像这么高额的投资 其实他们是承受不起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第二点 像地铁这种 这种公共交通 它不是一个盈利的项目 可能在全中国呢 就是这个内陆地区呢 中国大陆地区呢 内地呢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铁呢 是具有商业运营的 比如北京有一条地铁线 是由香港陈铁来 香港地铁公司来运营的 绝大部分是由当地政府 通过借贷 融资 乘头等等 总之是纳税人的钱 在支撑着 这样的一个地铁项目 所以这么复杂一个 这是一条线 整个郑州 超过十条地铁线 还有更多的布局和规划 在继续地往前走 所以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 地铁可能有它的价值 有它好的投资 但是当我们不能够结合 这个城市本身的特点 来设计 规划 产业 交通 生活布局的时候 你看起来高效的一种方式 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甚至是谋财寒命 那么好了说 有人说 那是不是像河南这种地方 就真的没有办法修地铁 完全不可能 做地下的轨道交通呢 也不是 比如我们看这个叫做 地质条件更差的 这个图可能有人见过 这次在 这个就是水灾期间 也被广泛传播的 东京的地下排水工程 称之为叫地下宫殿 这是人站在这个里面 非常的渺小 东京市周围 它是靠近这个东京湾 是靠海的 而且呢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 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呢 在日本这样的地方 尤其像东京又靠海 海拔又低 离海平面 海平面很低 然后呢 又有地震的这种地方 怎么样来保证 它的这种叫做 雨水呀 包括什么海啸 这些东西 他们用了一个 极其复杂的 高投入的 地下排水系统 这个排水系统 不是简单的一个水沟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地铁的那种 淹没的这种情况 那么它用了一种呢 高效的这种排的方式 所以呢 就是东京这么多年 无论日本周围发生什么海啸 暴雨 东京没有 失守这个城市 没有因为雨水和所谓的 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的这种天灾 把东京这座城市给淹没了 让这个人们在这个 就地铁也被淹死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为什么 就是因为既然我只能选择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决 东京的这个城市交通 那我就把做这个事情的方式 做到机制 就是挖出了一个像地下宫殿一般的 排水系统 这样的排水系统 它不是因为震机 它也不是因为叫做拉动GDP 它就是对民众负责 对城市负责 因地制宜 根据需要做该做的投入 它可能是看不见的 但是呢 它是重要的 它是有价值的 那好了 我们说了这些背景之后 我们再次地看一下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城市 喜欢修隧道 喜欢修地铁 而不是做高架桥 做其他的游轨交通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大概过去五年前吧 因为最新的数据还不一定有 每个城市也不太一样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 中国的这种叫做公共交通 比如说公路 铁路 隧道 地铁 它的每公里的造价的一个参考数据 你会发现 有两样是最贵的 就是要挖洞的 地铁很贵 隧道也很贵 而这次河南郑州出问题最大的 一个是地铁 一个是隧道 隧道里边几十辆车淹没在里边 有很多人在里边死掉了 救出来的人呢 也有很多麻烦 然后地铁里呢 那个车厢呢 简直是噩梦一般的这种存在 所以你会发现呢 投入最多的 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和最安全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没有按照当地城市的特色 和这种约束条件来做真正的投资 像在河南这种地方 在郑州这种地方 真正应该建设的是什么 高架桥 然后呢 高速公路 轻轨 总之在地面出现的东西 可能比在地下出现的东西 更有价值 那么这个张图呢 其实给我们的这种启发 或者说给我们的一种提醒 就是说 如果我们尝试着从经济的角度 算一下经济上 尝试着从它本地特色的角度 去算一算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究竟一个城市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呢 河南就郑州选择了 建这个隧道 建地铁 它确实拉动了当地的GDP 确实让当地的这种建筑工人 然后建筑公司 包括水泥瓦块 钢筋混泥土等等 都找到了生意 但是呢 由于它违背了当地城市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些特征 没有根据当地的特色 来做一个真正的 有效率的布局 它最终造成的是 拉动GDP的同时 其实在造成投资的浪费 并且带来了 像遇到天灾的时候的这种 对于民众来讲的 一种灭定之灾 所以中国的城市建设 究竟应该是一种规模化的 标准化的方式 还是一种特色化的 分布式的 然后因地制宜的方式 其实这次雨灾 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考 我也注意到像国家发改委 有一些叫做城镇化的专家 也写了很多的文章 分析和反思 中国城镇化过程当中 城市建设 城市投资 包括城市布局的 一些值得深刻吸取的教训 那么我想呢 河南郑州 这一次的这个雨灾 暴雨为成 它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特色比规模可能更重要 因地制宜 然后呢 尊重事实比浩大喜功 然后追求GDP的盲目的增长 更加重要 那么前面这两个故事 这两件事呢 我想我就基本上分享完了 那么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说 如果从疫情防控来看 叫做规模化就是标准化 这里边无私角 然后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做事情 看起来费钱的事 其实它可能最终是省钱 省时间 挽救更多民众的生命 那么郑州这件事情呢 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呢 差异化不是随意化 不能够随心所欲的 简单的追求某些 看得见的指标 而忘记了因地制宜 对当地的经济 对民众的生命财产负责 所以我们期待呢 类似这样的这种叫做 不讲规矩的和不讲科学的这种 无论是疫情防控 还是城市建设 类似这样的一些叫做 意外事件和悲剧呢 能够在未来变得更少一些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也期待了我们的 就是城市管理者 和这种社会的公共的决策者们 能够更多的基于 理性和这种叫做财经的视角 能够去观察和去决策 他们手中的这种决定权 确实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上半场呢 我这个大概是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何老师刚才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呢 就请何老师在台下稍微休息一会儿 可能刚才有通过我们这个分享的 专属邀请马进来的新同学 我们这里呢 就是和刚财经大课的第三场思想直播课 那这一讲的主题呢 就是如何看待差异化和规模化的这个竞争 那刚才何老师给大家已经讲了 暴雨还有这个疫情下 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经验 待会儿呢 何老师会再给我们接着讲 教育培训行业 还有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转型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还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是关于这一场的直播呢 其实很多同学之前在我们这个课程留言里 也经常在问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这个报名这个链接了 其实也是出于大家疫情的考虑 可能有的同学还想我们凑齐12场直播 就是非常好 但是确实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大家也要多多的防控 那刚才呢 我们也已经讲了这个前面的两件大事 然后呢 如果大家在听的时候 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 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跟大家及时的交流 待会儿呢 在直播结束后呢 我们会请何老师 给我们在线上抽取三个 就是比较 就是何老师能够对于他精准作答 然后而且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踊跃的发言 昨天呢 我在我们这个 何刚才经大课的读书笔记 这个话题群里 看见一个有一位用户 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同学 是叫做这个快乐的大树 名字应该是快乐的大树 非常好 然后呢 他其实给我们何老师提了一个问题 是关于教育培训转型行业的 那在这个行业中呢 现在大家出现 也关注到了 出现了很多新的政策 新的动向 就有点看不明白了 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做呢 比如说这个教育培训行业的转型 那是不是家长的负担 到底是减轻了还是变重了呢 是不是之后就是要开始拼爹拼娘了呢 其实很多的家长呢 也会想 哎 这一下我也减轻负担了 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来面临接下来的这一切哈 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是比较困扰的 那我们在课程区呢 也有很多的同学来对此进行不同的作答 不同的这个观点看法 我们非常期待 也非常的欢迎大家 就是有多元化的思考的角度 那具体的细节 具体的分享的思路哈 待会儿何老师就会给我们 就是在接下来 再进一步的来分享 那刚才我也说了哈 欢迎大家就是 在我们这个课程留言区 还有知识城邦 以及我们这个何刚才经读书笔记里 去分享你关于课程的心得 以及你看到任何大事 然后如果你有一些疑问 也欢迎你分享在里边 何老师如果看到的话 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 那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分享给你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哈 待会儿呢 你分享完之后 今天正好是周四 明天就周五了 不光我们在线上能够同步看一下 明天还可以约着线下见面 交流一下经验 联络一下感情 也是挺好的 请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提问哈 在直播结束之后呢 何老师会收取三个关键的这个问题 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解答 一对一的解答 那接下来呢 就有请何老师进行我们下一轮的分享 好 有请何老师 好 谢谢这个薛如的这个转场和这个分享 刚才我们讲了两件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 南京疫情的突然的爆发 和这个河南郑州的暴雨围城 我们里边看到了就是说 防控的标准化和城市建设的千篇一律 它分别有不同的这种警示 那好了 说完这两件 这个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呢 我们确实可以谈一下后面的事情 这个呢是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政治局有一次会议 我们现在大家如果观察财经世界 中国跟全世界特别大的一个不同是在于 在中国政策的重要性可能是极其关键的 所以你要去看懂财经世界的变化 看懂经济产业的趋势 一定要认真的去看经济政策和宏观的决策 这里边政治局的会议 财经委的会议 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在七月份的时候呢 我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 就是关于中小企业的这种发展趋势和政策动向 这里面提到了四个字 叫专金特新 其实呢 你会发现在这个就是实际上在政府层面呢 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要鼓励和发展中小企业 让中小企业呢变成小巨人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大课里面呢 我们也讲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这种叫做 小事物变成大行业的 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 那么小的一个小吃 变成了一个百亿级的这样一个市场 我们也提到过像辣条 这样一个没有那么多营养的一个口味好吃的一种零食 有人说变成了数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这种市场 还有像我的同事报道的像这个曹县的这种汉服等等 还有甚至有一个地方的 女孩用了你们的化妆刷产租于同一个县 全就是不仅是中国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市场 整个亚洲的百分之七十八十的这种 就是化妆刷产同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小巨人 区域小巨人 行业小巨人 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这种关注 但是请注意 如果我们回到五年前 十年前 大家经常听到的是什么 我的公司很牛 因为它进入了财富五百强的榜单 我的公司更牛 因为它进入了财富五百强前两百名的榜单 我的公司是最牛的 因为它是财富五百强前五十名的这种榜单 财富五百强的排行标准是什么 就一条年度运营收入 年度的销售收入 收入越大的 排名越靠前 收入越小的 排名就上不了 所以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规模 规模之胜 而中国恰恰是一个 能够让企业的规模 变得巨大的一个市场 很简单 因为原来无论是温总理 还是柯强总理都讲到 中国的任何事情 就是你吃一块辣条 13亿人 14亿人 每人买一包辣条 就是14亿包辣条 但反过来讲呢 中国的难题呢 可能有时候也在这里 你再大的一笔钱 除以14亿 它都是一个小钱 比如说这两天 腾讯说要设立500亿美元 500亿人民币的 叫做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专项基金 有人就算账了 说500亿很多吗 非常多 但是呢 除以14亿 每人还不到40块钱 所以这个捐款有意义吗 可能好像没那么大意义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接下来 未来我们继续分享 关于贫富差距 回到中小企业 你会发现呢 中央政策的导向非常明确 鼓励中小企业做大 做强 特别是变成一个 特定领域的行业小巨人 所以这四个字 可能我个人觉得呢 它会管未来的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 一个叫专业化 一个叫精细化 一个叫特色化 一个叫创新性 你四点 任何一点 占一点都可以 它都能够得到很大的支持 比如说 最近我就看到 关于这个项目 包括得到学习中心所在的 这种叫做什么呢 叫做公众的文化知识 这种普及的这种平台 尤其是这种邻里式的这种平台 特色书店 它就符合这种叫做 专心精特的这种特点 所以它并不必然是 一定要去强调 所谓的高新技术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呢 就对未来来讲的话 对于中国整个企业发展的趋势 专精特心 这四个方向 可能是我们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那有人说 这样是不是会把中国的企业规模 和市场把它做小了 我们会变得非常的零碎 不能形成更多的这种 叫出海的这种航母式的巨无霸呢 那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有的已经成为航母了 成为巨无霸了 但是呢 航母巨无霸一旦出事 也是挺吓人的 我们说先说国企 这两天 昨天晚上有一条新闻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大家知道是原来工商银行的 不良资产处置的 这么一个机构 本来说呢 是十年后就 自然就结束它的使命 但没想到最后越做越大 然后呢赖小民 在他任上又做了很多激进的投资 那么昨天晚上 2020年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亏损 超过1000亿 这是国有企业的 带来的巨大的麻烦 那我们再看这上面的这种 民营企业做大的 比如说像华为 苏宁 恒大 碧桂园 联想 国美 包括吉利 这里面有 仍然还是 现在还做得非常好的 比如说 像万科 吉利 包括今天下午呢 我跟这个 海尔的这个创始人 张瑞敏先生呢 有一个 网络的一个采访和交流 也跟他请教和听他讲了 海尔37年持续能够保持他的这样一个成长性的一个秘密 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在过去这些年很多民营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规模迅速做大了 但是他们带来的问题呢 也是巨大的 核心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他们有巨大的这种债务规模 债务让他们完全没办法往前运营 比如说最近出事的 像恒大 就是这样 恒大完全无法抵挡他自己的这样一个 债务压力和包括他的票据压力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管理跟不上 当规模巨大的时候 从原来根本不会管企业 现在面对在全球有几十万员工 在几十个国家有业务的时候 中国企业家的管理半径和管理认知 以及他们这种叫做 叫做爆棚的自信所带来的决策的愚蠢 在过去的十年 二十年 尤其过去的十年 充分的暴露 所以我们看到了海航的这种倒塌 看到了就是万达的这种收缩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这个恒大的这种 就是正在面临的这种巨大的这种风险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本书 尤其是包括华为 说华为在过去两年 我们认为是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 叫做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的脊梁 但是你会发现 当5G芯片被卡脖子之后 华为手机正在面临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它可能面临着新的一轮的这种挑战 能不能通过自主创新的研发 度过这一轮的芯片和其他关键零部件的危机 华为正在过大关 那么说为什么会是这样 除了市场的原因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没有 有的 比如说最近大家注意到的 平台型企业 从这个蚂蚁金服开始 到美团等等 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各种 叫做反垄断的调查 是否涉嫌不正当的这种竞争 是否涉嫌利用企业的规模 在扰乱市场的正常的竞争秩序 那么说这个问题 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 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带来的一些混乱 你看这个木头姐已经清仓了 中国所有的公司的投资 真的只是中国特色吗 不完全是 可能跟中国的政策 它的透明度和预警性不够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边 也多次地提到了 如果大家回去读一下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 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 这种规律 你就会发现 其实对于企业规模做大之后 它带来了企业本身的成本的最优 资源的占有 利润的极大化 这是对于企业自己来讲 是一件好事 但有另外一个维度 整个市场的效率 市场的收益 和国民的福利 是不是同步提高了 这是一个疑问 那么美国人的结论是什么呢 当一个企业 做到巨大的垄断规模的时候 企业本身的利润 可以做到短期最大化 但整个市场的利益 会被严重的损害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 去读一下摩根财团这本书 他会告诉你 摩根是怎么样从一个草莽英雄式的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体系的一个掌控者 摩根帝国在当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美联储 所以摩根就是美国最大的银行 在19世纪末 美国出现巨大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是由摩根财团出面 组织民间的商业银行 一起通过筹款 挽救美国股市 挽救美国的金融系统 所以他是为美国的这种 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立下了汉马功劳的人 但是到了这个就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摩根财团被分拆了 西奥多罗斯福坚决地分拆了摩根财团 把它一分为三 这个故事我们之前也讲过 原因是什么 就是当你的规模巨大的时候 你是否对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和效率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疑问 从天然的角度来讲的话 当你有巨大的规模 有定价优势 有资源控制 有这个价格谈判权的时候 大概率容易利用垄断的这种叫做什么地位 去谋取超额的暴利 所以对于规模化企业 我们要看到它的这种成本最优 局部价值最大的这种优势 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它是 有可能对于市场正常的秩序 带来这种扰乱和侵害 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最近 我们如果我们结合这一页和历史 我们再回头再看 政治局提出的这种专精特薪的 这样的中小企业的这种发展规律 发展这种叫做主张的时候 可能你会理解 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导向和政策这种风向 它可能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何况我们再看下一个数据 中小企业在中国 上面这张图呢应该说是 我们知道在过去我们讲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时候 我们会讲的一个五六七八九 民营企业非常重要 它创造GDP 然后呢贡献税收 尤其是呢贡献就业和新增就业 那么实际记里面呢 我们说进一步的看 那么民营企业 谁在贡献最多的税收 产值和就业 不是像海航恒大 然后万科包括这个叫什么 什么苏宁这样的超大型的 前五十名的民企和这种大型企业 反而是这种巨大规模 就是数量巨大的中小民企业 他们贡献了百分之五十的税收 百分之六十的产值 然后呢百分之七十的创新和百分之八十的就业 所以中小企业扶持他们 帮助他们 不仅仅是扶持弱者 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稳住他们 中国经济才不会崩塌 中国的科技创新 就业容纳和税收贡献 才不会受到致命的影响 所以呢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数字 从理性的角度回头看的时候 所有那些让你觉得 看不上眼的 三五个人看起来的草台班子 所谓的皮包公司 它可能恰恰是中国经济 中国就业 中国税收 和中国创新 真正的脊梁 他们甚至比那些规模巨大 占有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 更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尊敬 重视和扶持他们 那么好了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扶持 下面这张图呢 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启示 我们看看受访的 这是一个机构的做的独立调查 这些小企业主 他们缺钱的时候 怎么去找到钱 你会看到的民间借贷 亲友和这个叫做什么呢 是最主要的两种方式 也就是说 整个我们的社会系统 真正给予他们的像银行啊 包括像这个上市公司等等 我们整个社会的融资系统 给予中小企业的支持 至少在资金这个层面 跟中小企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之间 是严重的不匹配的 那么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说 中央这个政策导向 希望发展高金 专金特薪的中小企业 这方向对不对呢 那可能就是对的 所以我想从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中小企业 会在中国的这个经济中 占据主角 恰恰看起来不太好的时代呢 恰恰可能是创业创新的 最好的时机 人人都创业创新的时候呢 可能反而是一个 泡沫横飞的这种时代 所以如果我们看清了政策导向 看到了这种真实的实力的存在 以及可能的帮扶的这种方向 中小企业专金特薪 有一技之长的中小企业 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去这种观察的 对不起 那么好 如果我们顺着这条路呢 我们来看这个教育培训行业 可能我们就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这是我们这个16号出版的财经杂志 我这个特别介绍一下 这期的封面写的就是 截断教培 我们的同事呢 花了很多时间呢 去调查 为什么校外培训这样一个机构 能够在过去的十年 变得如此的巨大 那么为什么 政策要对它要下狠手 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就 尤其是这种K12教育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应该说 很多的争议还在出现 海外的这种 这种叫投资市场 对这样的政策出台呢 认为它很 但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查一下这个整个信号 在五月份的时候 中央的这个政策信号 就明确地发出来了 要调整教培行业 要让它呢 回到公益化 然后社会化的这样一种去 这种本源去 而剔除它的 过度的商业化 产业化和资本化的这种倾向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边 随着教培行业的这种叫做无序的发展 资本大量的进入 以烧钱为底气 以大量的广告这种推广和网络的这种推广为方式 加上地推的模式 制造焦虑 推动这种叫做什么呢 在应试教育的这种指挥棒之下 那么尤其是K12教育呢 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那么它带来的这种呢 是家长的负担 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 老师们呢 也不太专心于自己的这种 这种学校的教育 更愿意去外面去监课 然后去收取额外的这种报酬 那么最终呢 实际上最终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 不是这个孩子 是不是比别人更勤奋和努力 而是这边的家长 是不是比隔壁的家长 有更多的钱和时间 能够把孩子们送去做 这种校外的教培 甚至在很多地方 一个孩子的主要的精力和时间 在校外教培待的时间和花的精力 超过在学校的这种领域 那么当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其实几个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 第一 K12教育 尤其是K9教育 它是一个叫做免费的义务教育 免费义务教育的目的 就是让人人能够比较公平地享受它 那么有极少数人呢 你可以选择私利啊 出国留学的方式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免费的 均等化的这么一个教育 在这里边的话 不应该因为家庭这种财务的原因呢 造成巨大的差别和这种焦虑 第二点 补课和上课 这就是学校应该做的 因为学校绝大部分拿的是 政府的公共补贴 纳税人支持之下的公立学校 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然后给这些后进的不求 理解不深刻的孩子们补课 这本身就是学校的一个责任 无论是上自习 还是组织课后的辅导 从我们那时候上学都是这样的 但到今天一切要用钱来说话 这是一种异化 第三 大量的资本介入之后 带来的整个这种K12教育的 这种完全的逐利化 异化和商业化 无孔不入 那么这种方式呢 他已经违背了教育 他本身的这种叫做什么初衷 他变成了一个用钱去争分 在不断地强化 这个叫什么呢 应试教育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实际上校外教育培训的这样一种 他就走到了他的尽头 泡沫巨大 行业繁荣 从业者很多 但是呢 他的这种叫做什么风险 他的社会的这种抵触 政策监管的风险呢 其实就都出现了 所以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其实中央有明确的政策信号说 这个行业要全面地整顿 从北京开始 然后到其他地方 但是呢 资本呢 就是我们说 既叫做短视 盲目 或者狂妄都认为 不可能 对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行业下手 因为我们已经变得巨大了 对吧 像新东方 好未来 都是几百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怎么可能 一指政策 就把我们给弄死呢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七月份 政策正式出台 这些公司的股价 一夜之间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就没了 从几百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变成几十亿美元 从几十块钱 变成几块钱 这样的事情 就是发生了 所以呢 这个K12教育呢 给我们的这种启示 或者说警示就是什么呢 确实 如果这个公益性的行业 它不应该被过多的 变成一个商业化的 这种行业 在这种领域里边 去追求规模化 成本最优 利润最大 它不是一种战略 它是一种呢 违背这个市场和工艺的一种 一种找死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下面我们看到 就是整个这个行业的这种发展 基座巨大 然后顶端的好未来 新东方呢 这个规模巨大 它变成一个庞大的 其实是掠夺和侵占 公共资源的一种方式 它当然就变得 就是不那么受欢迎了 当然我们反过来也要说呢 有时候政策的这种 落地和执行当中 也有很多问题 有些地方说 那既然中央要求 要整顿校外教培行业 所以有人就喊出了 就是说 抓嫖抓赌 扫黄打飞 然后抓教培 那么我们看到 像这样的场景 在网上也在流传 一帮人粗暴地闯进去 当着学生的面 把老师抓走 有人说这是 疫情防控的需要 有人说呢 这就是对于这种 叫做教培的这种整顿 无论是什么原因 用这样的方式 它都不是一种 妥贴的这种方式 它不仅让斯文扫地 它也让教培行业的整顿呢 可能变成一种异化的 一种群众性的这种运动 那么我们说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教培行业的整顿 不仅仅是中国特色 它其实是一种全球趋势 我们知道 在英国美国 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呢 他们对于中小学的教育 没有那么多的要求 快乐教育 然后素质教育 以这种自愿学习为主 极少数优秀者 有天赋者呢 可以获得更好的这种教育 但是多数人呢 可以主动选择 但是在东亚地区 包括中国在内 也包括像韩国 日本这样的国家呢 对于整个 应试教育体系的坚持 还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之前呢 在韩国就出现这种情况 韩国是一个应试教育 应该说搞得比中国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个国家 它的上升通道更窄 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呢 大家看到了教育 就是应试教育的这样一种 一种选拔机制 为了争得一分 两分五分 那就用校外教育培训的方式做 所以韩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它的教育培训行业非常发达 但最后呢 韩国政府意识到了 这种模式 它可能不是在发展一个特色行业 它是在浪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成本 让国民被应试教育所异化 所以他们坚决整顿 校外培训 那么最终呢 应该说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些结果的 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比如说 有人说中国的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的这个叫做聪明的孩子非常多 我们中国人是数学天才 这是最近的一次 在罗马尼亚举行的这个叫做数学比赛 你会看到的是 中国的成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而看起来很不搞应试教育的美国 成绩也不错 当然有人说了 那里边有好多人是华人 华人学生 所以中国数学队和美国数学队 碰面的时候 大家用的是汉语交流 但是呢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呢 其实你会发现 韩国也在迅速的这种上升 所以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方式 是让教育的效率最高 教育的成本最低 是完全公益化的方式 还是完全产业化的方式 是更多的强调素质教育 还是更多的强调应试教育 那么实际上呢 在全球来看的话 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有一点 当我选择应试教育 这种模式的时候 当我们把K9变成 公益性的 叫做普及性的 免费教育的时候 资本就要从这些领域 坚决地退出 那么资本去哪里呢 可以去别的地方 去这些因为兴趣 不是因为一些强力的约束 因为没有公益 没有这种免费的 这种财政知识的 这些领域里边 比如说我们的终身学习 这就是资本可以来的 因为这是我们大家 为什么愿意来终身学习 不是因为你要争取更高的分 而是因为你觉得 这件事情有意思 重要 因为兴趣 因为求知 因为社交 因为其他这种原因 这是不一样的这种标准 所以有人说呢 就是说 为什么 大家一直在说 为什么要反对 这个K12的 这个产业化 资本化 就是因为这两个字 因为产业化 资本化的K12教培 让韩门 更加的韩门 让韩门贵子 更加的没有希望 那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像 这次的这个奥运会 我们看到这个 可爱的这个 可爱懂事的 让人心疼的 这个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全红蝉 她就是一个汗门 如果跳水 是需要花钱 私教 一对一 来做的事情 我想全红蝉 今天还在他们村里 养鸡养鸭 甚至辍学 在帮爸爸妈妈干活 她没有任何机会 成为奥运冠军 我们也记得 也许大家也记得 这个非常励志的 这个北大的这个女孩 这个刘媛媛 她曾经做过一个 非常让人动容的 一个演讲 就是韩门如何出贵子 你得给他们 自我奋斗 追求上升的机会 而这种自我奋斗 和追求上升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是用钱 来衡量他们的 成功的通道 而是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毅力 他们自自以求的认知 和不向命运屈服的 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鼓励这样的寒门 柜子能够脱颖而出 但是前提是资本 要从这个通道上 把这条狭窄的路 要让开 不要用资本的逐利 把寒门出柜子的这种 本来就比较小的概率 给彻底的读辑 这就是K12教育 这个校外教培 为什么要严肃整顿 回归公益化 社会化 非资本化 非产业化的 我个人看来最重要的原因 它与追求利益无关 更多的是 社会的公平 和这种社会的均等 以及阶层流动的机会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就是其实呢 如果我们回到一个理论的总结呢 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半天 就讲了 就是 两个词 一个叫规模化 一个叫差异化 那么其实呢 这两个词呢 如果我们刚才说了 在管理学领域里边 尤其是在战略 这个课里边呢 它是有标准模型的 我们后面的课里边 我们会涉及到这个 迈克尔波特 哈佛商学院的 叫做 就是 叫做宝藏级教授 那么这是他在这个 就是竞争战略这里边的 一个标准的一个模型 有人说 何老师 你是不是搞错了 人家说的是三种战略 你怎么就搞了两种 对吧 他的三种战略是怎么来的呢 是说 你在一个产业化的 大的规模化市场里边呢 你要么通过成本的方式 控制成本 然后呢 做这种标准化 比如说麦当劳 星巴克就是这种模式 我非常的成本很低 我能够形成规模化的 这种扩张 第二个呢 要么就是说 我就在规模化市场里边 我做这种特色和差异化 我呢 可以寻求更高的价格 比如说我们说苹果 大概就是这种模式 苹果手机并不便宜 但是它做的是一个 规模化市场里边的 差异化 那么所以成本领先呢 你能够变得 就是规模特别巨大 而如果你的价值驱动呢 你可能规模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的收益呢 并不必然比成本领先的 会更差一些 那么除了这两种呢 他们说还有一种方式 叫做细分市场 这个这种模式呢 其实在英国特别典型 细分市场 英文里有个词叫 nich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就特别小的 那种小缝的市场 一般在细分市场里边呢 除了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都没什么好活的 这是在传统时代 但是中国特色是什么 在中国没有细分市场 任何细分市场 哪怕你做一个纽扣 做一个那个瓦尔勺 你都能变成什么 规模化市场 所以呢有人把这个图呢 把麦克尔波多图 改成下面这个图 你在大规模市场里边 要么成本领先 要么差异化领先 你在这种相对聚焦的市场里边呢 要么成本领先 要么呢差异化领先 怎么来理解呢 比如说在北京 如果你要吃一个什么 我们说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小众一点的 你要吃一个武汉的热干面 这就不是一个规模化市场 它不像那个 我们四川的蛋蛋面 那么的这个受欢迎啊 它是一个小众市场 但同样在热干面里边 你有这种标准化操作 和这种叫特色化操作 所以实际上呢 这里边你会发现呢 麦克尔波特的 基于西方市场的 这种精准的三种 战略的模型 到了中国市场 就是变成了 看起来是四种 其实上就是两种 这也是呢 我在这个财经大课 开课之前呢 跟托博花和罗胖聊天的时候 就说到就是说 说这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谈到商业战略 无外乎就是这两种 要么规模化 要么差异化 而如果规模化的关键是成本控制 差异化的关键呢 是价值创造 但是中国市场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或者说全球市场都在告诉我们 当你的价值创造 做到足够好的时候 品牌吸附力足够强 粉丝运营和用户的互动 足够充分的时候 差异化和价值创造 能够反过来变成一个 升级的规模化的市场 苹果就是最好的例子 苹果当时跟IBM的对比的时候 IBM的PC是成本控制的规模化市场 因为典型的就是戴尔 很便宜 对吧 极低 而苹果呢 它是一个叫做独特性的 叫做差异化的市场 但今天我们会看到 IBM的PC 戴尔的PC 惠普的PC 可能都不如苹果的手机和电脑 所以呢 其实这个图呢 如果我们最终要总结一点 什么是竞争的王道 可能还是价值创造 当你创造了独特价值的时候 你在竞争中 就立于不败之地 你看起来成本很高 实际上成本很低 你看起来价格很高 实际上你拥有无数的拥顿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大量的出现 比如说 大家去茶园夜色排队买茶 为什么 是因为它创造了某些 让你恋恋不舍的独特的价值 并不是它的茶比隔壁的奶茶更好喝 而是因为它有某些让你 愿意为它付溢价的独特的价值 它通过差异化 变成规模化 所以中国市场呢 我们就再次回到了刚才这个叫做 专精特新 不仅仅是指高新技术 也包括我们 每天都要接触的消费领域 而消费 在凯恩斯看来就是说 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 最终的目的和最后的实现方式 所以呢我们 今天这个直播大课呢 我想我就用这样的六个 这两个词送给大家 就是我们观察市场行业竞争的时候 你永远用这两个指标去看 能够给你最完整的和极其丰富的解释 它究竟是成本最优的规模化的这种模式 还是价值最优的差异化的模式 而这个差异化的价值最优的模式 能不能在有一天变成一个 也是一种新的成本最优的一种 规模化的一种机会 这个机会属于我们每个人 属于曾经 属于得到 属于星巴克 属于茶园月色 属于我们每一个愿意去创造新的价值 面对规模市场 然后学会成本控制的 中国的创业和创新者 我也相信在这样一种时代之下 可能它是我们新的更大的机会 好了 那么就是我们如果做一下总结的话 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就是疫情的时候 我们说标准化不能够有例外 当我们看到暴雨为尘的时候 我们说呢 差异化呢 没有尽头 当我们看到专精特新的时候呢 我们关注的是竞争力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呢 这个教培行业的时候呢 扭曲常识的这种市场呢 它不可持续 我们最终期待呢 要么规模化 要么差异化 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巨大的市场 创造属于你的生活奇迹 生意奇迹和你的人生的奇迹 我们这次的直播 这个就是思想直播课的 所有的内容 我准备的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谢谢所有在线上 这个看直播的朋友 谢谢所有得到的这个同事们 为这次直播课做的所有的准备 感谢你们 谢谢 好 这个薛如呢 已经给我这边选了三个问题 时间原因 我们今天就 上次那个说我回答的太长了 我们今天相对短一点啊 第一个是叫 飞于席地而坐 这个不怕这个就是口渴嘛 他说标准化呢 是工业革命发展的重要特征 因为标准化可以进行量化分析 并且规模化 但是当我们要要求 因地质疑发展的时候 不容易进行考察和合适结果 怎么样能够在系统 整体里考察效果 调动积极性 这问题很好啊 这个问题是一个 如果说在过去时代 我们是没有答案的 很难在系统里如何去考察效果 但是呢 那在今天呢 其实是有答案的 答案就在于 叫做互联网和数字技术 跟我们带来的 互动反馈的收集 是非常及时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的这个直播 受不受欢迎 其实我们在直播前 我们大概就能够看到 比如说相对于上个月 相对于前两次 有多少人预约 有多少人留言 他能够非常及时地告诉我们 今天这个直播的准备 这个话题包括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跟过去相比呢 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效果 所以说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 就是在互联网时代 如果你能够建立一套 跟你的目标市场的 信息搜集反馈的系统 形成一种比较好的 这种互动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发愁 效果的这种监测 甚至你很多的这个 产品的设计规划 在你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这个市场大概的一个容量 比如说有一种 很重要的模式叫预售 预售的模式 就能够很好的告诉你 你的产品是不是受欢迎 从而决定了 在你这个产品的量化 生产的过程当中 究竟是一种 叫做成倍规模的 还是缩小规模的 他都能够告诉你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说 用好数字化 信息化的这种系统 建立跟你的目标市场的一种 数据化和互动双向的 这样的反馈机制 从而能够让你 能够及时地找到 你希望看到的这种信息 随时进行市场的测试 对于需求进行汇总 对于产品和服务 进行优化和这种设计 那么我想 你的用户 目标市场的反馈 就是我们改进各种工作 然后设计优化产品 最大的积极性 他会告诉你 你的期待 第二个问题呢 是来自于一位叫刘钱的朋友 他说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如何才能不开展 大规模的基建来缓解 这种靠增加未来负债的 GDP的增长 是不是会造成 后面很多年的还贷 这是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 这位朋友的思考 应该说局面很大 关于这个就是说 大规模的基建这个事情呢 我们这么来看 就如果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满足了我们基本的需求 做的是重复建设 那当然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应该减少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 这种重复建设 和不必要的这种浪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在中国过去的 三十多年里面 有很多的 应该说是一个 让人目瞪口呆的 这种叫做 事后的一种经验 和教训 比如说我记得 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那时候刚刚在 人民日报工作 我们去山东采访 那时候山东的路 是全国修得最好的 山东是最早实现 每个镇 每个县 甚至都通这种高速公路 每个县通高速公路 每个镇 每个村 都通那种标准化的公路 我们当时非常震惊 我们当时的那个判断 隐隐没有说出来说 山东的这些官员 是不是过于追求 表面的功夫 在追求GDP的增长 为了升官 而做这种投资 当然当我们到 两千年左右 再去山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山东人民 率先享受到了 基础设施建设 给他们带来的 巨大的好处 而且到了两千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山东的高速公路 开始不断地 进行大修了 因为这个路 使用的太频繁了 这个运输的压力 货运 客运的压力 完全让他们 没法这个应接不暇 所以他们不得不 不断地进行 这种基础设施的 这种投资 那么第二个例子 就看完我们的 这种高铁 说中国在建设 高铁之前 中国的铁路网络 其实已经挺发达的了 但是呢 当我们面对着 更多的旅游 更多的货运 更多的商务人士 更多的这种 人员往来等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传统的铁路系统 根本应接不了 比如说当时从四川 从成都到北京 最快的火车 大概要15到20个小时 慢的三四十个小时 但今天有了 高铁和动车之后 从成都到北京 这两千多公里 也就是十个小时左右 就到了 那么它带来的 一种巨大的变化 你说高铁 是一种叫浪费的投资 还是一个必须的投资呢 我们再看最近的美国 这个拜登在这个 国会争取了半天 争取什么 他提出了一个 多达3.5万亿美元的 美国基础设施 建设的试剧工程 他说 我们终于明白过来了 我们要向中国学习 我们要跟中国竞争 因为为什么呢 美国的 今天我们用的 无论它的高速公路 机场 然后码头港口 很多是上世纪 50年代 60年代 也就是美国二战之后 黄金时代 建立的基础设施 有的甚至是在 这个1930年代 当时罗斯福总统 搞这个叫做 以公代正 做政府投资的时候 建的基础设施 因为那个年代 建了上千个机场 他们一直用到现在 早就老旧不堪 根本不够了 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 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 我们举一个数字 现在我们的网络的 这个电子商务 大概占整个社会商品 零售的30%左右 假如说这个数字 要变成50% 也就是我们一半的 社会商品零售 通过电子商务 来完成的时候 我们今天所有的公路 港口 码头 然后呢 这个就是包括这种 机场 全部不够用 我们的物流系统 根本不支撑 我们的电子商务 走得更快 所以我相信 随着中国经济的活跃程度 中国的这种商品消费 人员往来的 进一步的增加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还需要进一步的 这种加速 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美国有大概1500个 常用的民用机场 美国只有3亿人 中国有14亿人 大家猜一下 中国真正在日常使用的机场 有多少个 不到300个 所以你会看到 北京修两个机场 成都两个机场 上海两个机场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这些机场都是满的 我们也看到最近的 比如说这个青岛机场的 这种更新 所以从未来 如果考虑中国的人员流动 货物运输 以及其他的这种需求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交通设施建设 还刚刚开始 如果我们说到 我们的这种医疗资源 养老这种体系 还有其他的一些 像我们的这种运动场馆 那中国需要做的 基础设施建设 还非常之多 那么这里边怎么办呢 会不会形成 未来的负担呢 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里边呢 尤其是像 比如交通建设 它带来的这种 经济的增长 和税收的增长 是非常直接的 所以呢 而且中国高速公路 也是实行收费的模式 我们不会算就亏的 所以呢 就考虑到 经济发展的需求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可能还需要 适当的加速 在某些地区 可能还需要 更快的速度 比如说 中西部地区 因为制造业 服务业 人员 来往 都还是更加的平靡 所以呢 我想呢 我们不用 太多的去担心 但是呢 比如我们刚才 取到这个例子 像郑州这样的地方 不是要不要建 更多的城市的 公共交通系统 而是建 什么交通系统 最适合当地 是地铁和隧道 还是高架桥和公路 这是值得考虑的 另外一个呢 城市的布局 是继续集中布局 还是逐渐的 分散布局 这是值得考虑的 就像说 北京副中心 迁到通州 通州周边的基础设施 全部都需要更新 它根本不能满足 副中心 迁入之后的 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的涌入 所以呢 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 是一个长期的行业 我认为它的 这个就是 未来的这种 对中国经济 带来的增长的贡献 大于我们 还贷的这种忧虑 第三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是这个叫 傅兴涛提的 他说 数字化在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的 纲要中频频出现 数字化转型 也是企业的热词 对于中小企业 转型数字化 从财经视角 如何看待 有何建议 这个问题很大 就是我尝试回答一下 因为数字化问题呢 是一个 企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有人会认为呢 说是不是 规模越大的企业 数字化转型越容易 因为数字化要花钱 需要技术 需要财务的投入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其实越小的企业 越容易在数字化时代 实现弯道车车 能够获得后发优势 举个例子吧 比如我所在的媒体财经 我们已经办了二十几年了 从1998年 我们有好几百人 我们要做数字化 做一个媒体机构 其实要难于 比如说 各位如果 新要创一个微信公众号 你从第一天起 你就是可以完全数字化的 但我们要把三百人 变成一个数字化的流程 废的功夫 然后系统的建设 可能不如你们 所以你说 究竟是中小企业容易呢 还是就是大型企业容易 其实两个说 第二点呢 我觉得中小企业的数字化 最重要的是 根据你的这个商业模式 和行业定位 来寻找符合你需求的 叫做定向数字化的这种服务 比如说 云的服务 显然不需要你自己 来做任何的事情 花钱去买相应的存储空间 计算能力就可以了 根据你的需要 再比如说 很多技术的开发 有很成熟的这种 其他的专精的中小企业 可以来做这种外包的服务 也不需要你养这种技术团队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当然还有呢 就是一些 加入到一些比较好的 这种叫做产业生态 和协作网络当中去 而你凭什么加入到 这种产业生态 和协作网络里面去 别人为什么会要你 是因为你是专精特心 你有一己之长 你在某些方面 有足够多的特色 我们说举个例子 茶言月色要跟谁来合作 来做他的这种推销 无论是华帽 还是其他的这种网络平台 会拒绝吗 不会的 因为你有特色 有优势 有创新 当你有特色 有优势 有创新的时候 数字化本身 它不是问题 李子柒担心他的数字化吗 不担心 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实际上 在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时代呢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不是属于大型企业的 恰恰属于我们 网上的 我们在听课的 这些朋友们 这个是这个时代 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馈赠 你的好的点子 好的想法 好的思路 好的商业 可能就是半年一年 让你有巨大的机会 迅速的起飞 当然之后的事情 稳扎稳打 然后这个 按照商业规律 和市场规律来 没问题 但是在早期阶段 数字化 是中小企业 最大的机会和红利 不是规模化企业 最大的机会和红利 对他们来讲 可能意味着陷阱 我这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过去十年 中国规模最大的 一家民营企业 他们花了十年时间 做数字化转型 到今天为止 八九年过去了 花了几百亿的成本 他们的数字化转型 仍然非常的不成功 他们最终不得不 把他们的相当多的 这种股份 卖给了当地的国企 表明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 可能遇到了重大的挫折 我跟这家企业 来往也非常的多 我反复的分析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找到 这个企业必须要 他们的核心竞争优势 究竟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根据自己的 核心竞争优势 来设计数字化转型的方法 路径投入和产出 所以规模并不是数字化转型的 一个优势条件 甚至是小企业 反而可能是数字化 彻底数字化 或者实现数字化转型的 一个相对优势 而数字化一旦 无论是你采用数字化的方式 或者数字化转型 插上这样一个翅膀 你的增长 可能就从小变大 从差异化变成规模化了 所以我祝福大家 改变你的思维 寻找你的优势 抓住数字化时代的 最大的红利 用你灵活的 具有活力的 坚韧不拔的方式 去获取市场上 属于中小企业的 生生不息的 丰富多彩的 商业机会和人生成就 祝福你们 再次谢谢这三位朋友的问题 飞于席第二座 刘钱和复兴涛 时间原因 我不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 进一步的问题 欢迎在得到的 知识城邦留言 我们也期待 下一次 我们的思想直播课的时候 也许疫情缓解了 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 来到北京华茂的 得到的学习中心 我们一起 可以面对面地 去做更多的交流 但无论如何 我们再次地感谢 感谢得到的朋友们 感谢得到的同事们 也感谢我在财经 和哈佛山评论的同事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将继续读大书 想大事 看大钱 一起把财经大课往前推进 我们完成了三分之一了 我们还有三分之二 跟着一起往前走 再次地谢谢大家 我是何刚 下个月再见 我们都想要改变 你在原地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